好这个是薪资问题 台糖清洁工的平均年薪高达了72万 那么平均月薪就是6万元 日前立委针对这个部分提出了质询 而今天上午台糖云林堂厂举办了出堂仪式 面对外界的争议 台糖董作表示由于许多员工都具有公务人员的身份 万优退资方也没有办法 资浅那么薪水只能跟着年资增加 小火车再来甘蔗截至送进机器 护卫糖厂这会儿压制的是今年的第一批砂糖 也是台湾唯一仅存的质糖工坊 开心举办出堂仪式 却在台糖董作脸上 看得出对去年银额赔三亿的不满意 就是了解 所以今年本年都也是赔 外界好奇营运碰上瓶颈 怎么给清洁工的薪资 给的这么大方年薪72万 已经安排适当的工作 但是难免这个中间有少数 比较不容易安排的 台糖薪资传出争议 清洁工年薪高达72万 和企业体营收不符 但亲自澄清 以为台糖是国营体系 许多人考进台糖后 一待就是三十几年 薪水跟着年资成长 但员工不办退休 资方也没办法资浅 只能帮忙安排仅有的空缺 高薪清洁工的职位 雲林糖厂目前雇用了五个清洁工 工作内容虽然说是负责 十一公顷台糖厂区的清洁和巡视 但薪资结构的问题难免引来争议 中天新闻江戴景 云林报道